柯文哲在批評實證 他不會說他問題掌握得很好 就是說你講完後 他會他的語言跟大家詮釋 可是真正講到要實證 他就做不出來 柯文哲如果聽他講 我跟他講 好啦我跟他講 我跟他講 後面就要說好 你不吹聽 他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所以大家要了解他的法術 我告訴你 他沒有治國能力 我要來檢視柯文哲的一些所作所為 但想不到柯文哲這幾年路來 方槍走版 十年前說的到十年後又不一樣 四年前說的到四年後又不一樣 咱們說的到現在又不一樣 我們現在邀請到些人 台灣智庫策略長王毅川 毅川兄弟 對柯文哲真的說 非常的深入的去研究 柯文哲他這個人的個性 他這個人的人品 他這個人的一言一行 甚至他家裡面的誰誰 他們老爸他們老母他們母 他們兒子 他們都非常了解 毅川兄弟 486大家 那個早安有安亂 他面對問題 他會用平民的角度 一般市民的角度 來跟大家說 大家說你這個醫生說得對 這個不錯 可是他在台北這樣執政下來 然後你的發言說 柯文哲到底有做什麼 印象就是說 聽那個叫嘛對不對 對啊聽那個 還有沒有八年 沒有啊 我們就沒有了很多 八年了 你說我說阿扁娘好了 阿扁娘在台北市流下來 電動玩具就把它鬆掉 是啊 我們記得這個 那個什麼 什麼1445號公園 我們都會記得一些阿扁什麼 很強力的執法的印象 你想說 你再想說馬英雄 豪龍斌 跟柯文哲 台北市到底有做什麼 而且台北市運作得不錯喔 台北市運作得很好 為什麼 全台灣最優秀的公務員員 都是台北市政府 嗯 就是高階 就說考進高考的 第一志願 不是去中間就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台北市政府 不管你這個市政府是什麼 這個市政府都運作得非常好 嗯 因為這裡的公務員員 最準優秀 很優秀 所以柯文哲 他這八年其實我判斷 他都在學習 但是他面對問題 他能夠用一般民眾的角度 講出來 可是呢 真正要去解決的時候 他就沒補 我怕去那個巨蛋盒 嗯 郭文哲電館 對面那個巨蛋 打巨蛋 他一開始說 這個看來就閉案了 對啊 五大閉案啊 當時 五大閉案啊 唐花信節目 那時候對不對 一堆人 大家都在說 打破了 你說那兩人 距離那個 那個車道這麼近 要疏散走出來 拍疏散 那個空間沒那麼大 什麼 什麼那個 打球的 打球的地方是地下室 所以要起來的時候 有困難 這大家都知道 對喔 都知道之後 他就開始說這個閉案 嗯 就開始查 大家就讓他去查 結果查查了這八年了 去好了 嗯 不是說閉案 不是說停工 啊 我們香港全都去好了 你現在說 你們怎麼談判 什麼蔡壁子 去叫人在談判 啊 市長 市的主席也在叫人談判 他的什麼 市府官也在叫人談判 這個要叫人談判 這個要叫人談判 啊黃珊珊也在談判 不是要公開透明 嗯 啊你談判怎麼沒有直播 你以為黃珊珊教的照片上在談判 教的員上在談判 那不就直播讓我們看 對啊 說啊你這筆案 嗯 讓我們看 這不可以 這不可以 啊怎麼香港現在都可以 嗯 啊怎麼什麼年底又要開幕了 嗯 這就是我講的 柯文哲 他在講這筆案的時候 他講得很會我講的 他講的大家都看得到 譬如說這筆案 旁邊路這麼近要疏散 這個有問題 嗯 這可能 原廠賺太多 旁邊又開飯店 什麼 這這樣不行 柯文哲掌握個問題 可是你叫他去改判 他沒有改判 他的事情 沒有改判 沒有改判他就還要洗到白療 嗯 你想那雙子星也是筆案 是啊 董哥 我們不太大 雙子星現在 表出去了 那藍天電腦的集團 表出去了 那又不是筆案 真正一條 啊 那個 新店的小畢團站 旁邊那個 那個開發案 那也是筆案 嗯 筆案現在也在那裡 嗯 也是在運行 所以柯文哲在批評時政 坦白說 他問題掌握得很好 你說你說他會 他的語言跟大家詮釋 可是真正講到要施政 他沒有辦法 他就做不出來 就對了 這是他 柯文哲這個人的這個特色 嗯 你看 柯文哲這半年做市長 實際說 我真的有很生人的感覺 台北市真正是輸 好比說高雄好 輸這麼慘 對吧 現在高雄 最早最早的市長庭 做市長 改善水質 很有魄力的 愛河整頓 對不對 陳菊 現在弄得真的是 真的是相當的不錯 後來你看陳其邁 那個市長接棒 現在整個那個 尤其前幾年的 三年的這個疫情 感覺到大家都 民不聊生什麼的 但是你看高雄 他還是一直有在規貨啊 很多的遊艇 很多碼頭 然後什麼很當地的一些部落 什麼觀光的一些推動啊 我都很實實在在一直在做 所以他現在的稅收 現在好像是到第二名了嘛 以前你說韓國瑜在講說什麼 那個什麼高雄又有勞又有窮 其實真的不是這樣 你看他現在的家 什麼雅灣啊 我真的 我真正去 我嚇到 那以前的印象 差那麼多 但是我們現在看我們台北 以前演唱會還是什麼 重頭戲都在哪裡 都是在我們台北啊 但是現在不是啊 很多國外那種很知名的團體 都指定要去高雄舉辦啊 你看這八年 又高雄進行的研究啊 這幾年下來 台北真的是真的是 末路啊 這幾年 你看看科文這裡 你看那個捷運啊 本來 像我剛才民生社區嘛 本來說 可能會有一條捷運 還是什麼 丁丁丁 也沒有啊 當初也說到全球 就什麼東西都沒有 所以這整個好像感覺上 大家印象 真的就是拆桥 我怎麼覺得 還那個業配 那個國外的什麼 電視來這邊拍攝紀錄片 後來就知道都業配 對 那什麼一日雙塔 拿著那個市政府的錢 有沒有騎腳踏車 那最價 是啊 他第一次在選的時候 我就騎 騎了 每個地方都會休息 都停在西門 那裡面都人 整個地方都在當科文做 現在休息就又騎了 他那時候真的一日雙塔 就騎到那裡 類似拔枚又騎回來了 那到晚他做起 他也要一日雙塔 嗯 什麼騎到什麼 騎到哪裡而已 說什麼台北府會議 又坐高鐵 那天還會騎 你是在爭執的 你是像說當作你影片嘉嘉的 看來是四兩千 是 所以他這個人就是 這種很表面的東西 他做得很好 當然他站起來 在騎腳踏車 基本上很辛苦 做毅力的感覺 那都包裝出來 是 對他這個人的這一個 特質就是這樣 我想到他在選機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假期在假期 他那時候就是 大姐媽 繞證 坐到假期 他就跑來我 我兩個老師叫他很好 我辦公室對面 我那老師就說 你這位來叫科皮吃飯 我說吃什麼 他說吃便當 我說吃便當 吃飯我沒吃 開玩笑 過不多久 就跑來說 快點人要找醫療 我說找我要幹什麼 他說你跟台北市的交通 他說要怎麼用 他就跟我說 他就問我一句話 他說 我問很多人說 台北市的停車問題 要怎麼解決 我說 我告訴你 你又不做了 因為你又選不住 你選到你又不敢做了 我就這樣說 因為我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他這個人 就是台大畢業 你如果跟鴨肉 大家說 你這樣很厲害 很厲害 你腳踏腳踏腳 你就說你沒力 他就很緊張 你說 你怕鴨肉 你講的就是這樣 你說你沒力 我現在要你講你也不聽 反正你醫生好害人 我們這三隻 我告訴你你也聽不懂 是啊 他就會很認真聽你講 我現在說 沒有停車位 沒有停車位 就取消停車位 嗯 他說 怎麼大家都叫我去停車場 怎麼怕你叫我取消停車位 我說 你停車場你怎麼沒辦法去那麼多 停車場 拖地不用擔心 台北市 拖地就這麼多 你要去停車場 對 人家都好的拖地不讓你去停車場 賣的拖地沒有人要停車 是啊 我說這樣 只要是隔子的就要收錢 嗯 沒有隔子的就發紅線 嗯 沒有那種 白線可以停車又不收錢 沒有那種東西 我就這樣說 他就聽他走 到他去做市長 他有空 他就在行 行都會收錢 嗯 嗯 對 對 對 我知道 我還會記得 很小的行動 都假的 人家在收 人家在經營二十十年 整個都講 他就是聽話聽一半 我們的意思是說 要嘛你就 你就 繳那個紅線的錢 六百塊 嗯 要嘛你就繳一小時四十塊 嗯 沒有那種 你停在路上不付錢的 嗯 就是說 台北市民就是要這樣交易 第二就是 要不然你就自己去處理停車位 要不然你就有公共運輸 對 對 如果你要繳國際的土地 可是這些的漸進 你會有一個示範區 這裡的居民都董椅 因為我們台北市停車是 他說 一樓的車位 都一樓在停 對 2345的公務的都沒人停 所以2345樓 那些人的車 看到一樓的都停 一樓很不爽 他說沒有 大家不要停 哈哈哈哈 吃不到屁股 我都不要吃了 沒有台北都可以停 看誰先回來先停 所以 我就用這種很極端的方式 跟他講 那科技就聽下去 嗯 還有我說另外一件事他沒做 我說你要當那個北回歸線首都的 北回歸線經過國家首都聯盟的盟主 嗯 我說 全世界北回歸線經過的這些國家 的首都你要做市場 你就做首都這個市場的聯盟的盟主 嗯 這做城市外交 對 比如說台灣台北要叫人去做城市外交 找一些理由 啊 大家都白回歸線 還創一個盟主 哈哈 大家辦活動 這樣 生一個人 啊 又是一齣民 這就有國際能建杜 對 我們當然就是 都有一點開玩笑 在跟他講 他就跟大家 大家聽下去 他會把我們的題目 我們講的東西 轉成很庶民的語言 這就是他的前向 真的 這是真的 所以你要看他 他網路聲量為什麼這麼高 我聽他演講 想說要跳過五十點以上 嗯 其實他說的內容都一樣 嗯 他現在在演講的內容 差不多十年前都選到一樣 你說最近我們在說服帽 嗯 現在柯文哲不是要主張說服帽要討論嗎 嗯嗯 以前我先給你問一下 不好意思查一下 說過十年啊 柯文哲是頭上去嗎 對不對 你沒台沒錢 怎麼還說到這個服帽這個問題 他擔心的是什麼原因 好你再想一下 你486你的公司 你現在就說 不會加電子用品什麼 不會順利順利嘛 都順利啊 音收也順利順利 好 現在香港有一個人走來說 欸486你要開麵打 哦啊我開麵打啊 開麵打啊 開麵打啊 你是說嗯嗯要開麵打 是啊 整個公司問說為什麼要開麵打 你做老闆你就說 大家討論看要開麵打 大家都會懷疑嘛 你說你是香港得到的 你要開麵打 是怎麼說 你一定有聽到人跟你說 對啊 在這裡那個人很重要 嗯 那個人很重要 他說話你會聽 對啊 我覺得有些道理 你自己拿出來討論 嗯 所以民眾黨在討論福茂這件事 一定有人跟柯文哲說 嗯嗯 柯文哲交代大家說 我們來討論福茂 對喔 叫一些人來討論福茂 這個邏輯才通嘛 這個邏輯才通嘛 對阿 這個合邏輯嘛 因為福茂這兩年已經消息十年了嘛 福茂是這樣的說 這個產業 可以來台灣 投資 嗯 我們也可以去那裡投資 好 台灣現在到底有什麼產業 什麼服務業 我們需要去中國投資 沒有投資 這個產業會死的 有這個東西 好像想不出來 對 真的想不出來 對阿 中國有產業要來台灣 他來台灣的缺點 我們說很多 台灣小的都了解 什麼 他來開麵塘 開餐廳 他來開一間 那個 帆帽的麥當勞 帆帽的肯德基 他有可能這樣做嘛 對阿 這對我們的應用嘛 譬如說 我們現在的時薪 好像一點點 一百七、一百八 好 他跟你說 我們時薪一百塊 那個學生 大陸學生一百塊 全部都 整個店都大陸學生 我們台灣人就沒有投資 是啊 我們的想法就是他們來 我們有什麼缺點 所以我們現在的想法 我們到底有什麼產業 一定要去 這就是我一定 叫民眾人來說明 嗯 說不出來阿 一天你不是去店員一個阿弟 對 說到他這樣 不知道在說什麼 他說不出來 為什麼講不出來 很可能 一種是他們真的不知道 一種是不可以說 對 一種是課文是一個人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都不可以說 對 對 對面的有支持 很感恩 你對他現在 克服民眾黨這一年 這一年 這一年喔 嗯 在民眾黨裡頭 有了企業什麼變化 你就知道答案 哦 講一下講一下 就是說 民眾黨的立委員換過嗎 嗯 好像有阿 不是有一個下來一個上來 對不對 對 就是說 下來要有人上來嘛 上來那個人有沒有 他一定要努力嘛 嗯 他一定要努力嘛 他想要推的東西嘛 他就會去推 對 所以他的整個變化到底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原因造成了 需要來進場談這個福茂 嗯 小公主起來了 蔡秘魯都來 我就說 這個事情要講清楚 因為民眾黨是很主張要公開 嗯 你在談哪一個行業你講清楚 那如果說沒有 啊沒有這個案子 你民眾黨說那我們不討論 嗯 這事情就沒有了 對喔 但是你感覺你還要討論嘛 嗯 上空的就在侯友誼 還跳下去說我們支持福茂 你是在 你是在 人要 人要提福福茂 人要想一個意義概念 目的在 不管是什麼人事實力 照成人要討論 你走到旁邊說 我會要 你是 你會要 你不知道人在摸什麼 你會要 真的要說一下 我們上面討論這個侯友誼 已經很多人看到 真的是覺得 我們不是說在嘲笑嘲諷 或是在 我們是真的說 一村是真的有拿出東西 講出很多的邏輯 在討論他這個人 所以你看那一集 那個點擊率很高啊 尤其那個流言 驚死人 幾乎都一面倒啊 侯友誼 啊是啊 這是一個空的嘛 這件事又看出來了 整個社會 大家都在反不貌繼續嘛 但從中十年前 都說這不行 這就死路一條 對不對 現在那客人都叫魚 好有一個條子來 都按我們也要支持 等我選上總統之後 我要開放 這個空的 真的有意義的 他們民眾黨在說話 都有一個邏輯 這我研究到很久 他們的邏輯就是說 他會在這種場合裡頭 把他想講的話講完 他沒有管理旁邊的人在說什麼 他就說他要說的 他要說就說了 他就去課 像我一樣說 所以你們有沒有支持胡茂 你說柯文哲 從來沒有說他支持胡茂 所以你們反對胡茂 你不要亂扣帽子 柯文哲什麼時候說過他 反對胡茂 所以柯文哲沒有說過支持胡茂 你說我剛剛完全沒有說 柯文哲沒說過支持胡茂 我說所以柯文哲沒有講過 反對胡茂 你說你看你又在偷換概念 我剛剛有講柯文哲 沒有說過反對胡茂 變成四個項線 第一項線第二項線四個項線都會說 是啊 那你那個四個項線 你現在你的座標籍 第一項線第二項線 他說你不要這樣子偷換概念 你不要這樣子然後叫我們去定位 都不能討論嗎 他就還給你揮揮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黨 一點都不公開透明 尤其是我覺得柯文哲 他最大的就是 他以前剛出的時候 你會記得嗎 各位朋友大家都會記得 他人是說什麼 他是台灣價值 他是台灣的立場 但是後來講什麼 講到最大項線 對不對 兩岸一家親嘛 兩岸嘛 那台灣中國 不然就一邊一國啊 你何必去跟這個地方搞搞定 柯文哲還有一個 論述邏輯 我講得來聽 第一 他說藍綠一樣爛 藍綠一樣爛 你也舉很多例子 比如說這個國民黨 怎樣怎樣 到這個人怎樣 貪污 一大地他會說 對 國民黨真的很爛 你也說民進黨也很爛 民進黨也就舉一大堆栗子 陳水扁 銀布 什麼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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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 好像綠的也很爛 所以藍綠一樣爛 所以台灣要從文化去改變 這個政治文化要改變 他說 那就對了 政治就是這樣 我走柯批 了解 好 現在你說不對 你民眾黨 你台北市 做市長的時候 你的賓賬償也會太多 是啊 一堆人都 你要什麼勞動局 勞工局 局長也是 用什麼特資費 去買一些有的不的 去跟他們 跟他們公司 買一些 買賬 什麼 你說那 那也是 你民眾黨 他說 我們有跟藍綠一樣多嗎 你就拿著一兩個個案 然後來跟我們講說 我們跟藍綠一樣爛 我們有貪污那麼多嗎 對 對啦 你們比較少 因為你們執政不幾年 好 第三個說 沒有 你不是這樣而已 你做市長的時候 台北市的 去用 檢查院 三個月 那也很多 他說 我跟你講 柯文哲 你如果聽他說 我跟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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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要開始說謊 你看看好 所以各位朋友 你千萬不要被柯文哲 這個人 這個唬爛嘴 給拐了耶 對 所以他的邏輯有一層一層 對 說到沒有辦法 他就跟你說 文化 對喔 政治文化 要改變 還說到獎位水 還說到獎位水 說到民眾黨 還說到那裡 你都要去 整個人都要去 那裡 所以覺得你的問題又沒有 是 這是柯文哲 講話的邏輯 再講一遍 柯文哲就這種講話邏輯 他會加這個一段一段 然後在不同的群組上面放 比如說我說福茂的 對喔 支持福茂的 他就把你加去 深藍的群組 還有阿強 反對福茂的 反對福茂的 他就把你加去 太陽花的群組 他說他有說過 沒說過的 為了去民眾黨 他就彈起來之後 各取所需 你現在跟深藍的說 我跟你講喔 柯文哲是 反對福茂 你看太陽花 他就拿鴨皮30秒 你看哪有 柯文哲說他支持福茂 都1450都亂講 你現在去找民眾黨 你看柯文哲說他支持福茂 不要亂講 柯文哲從來沒有說過他支持福茂 柯文哲也沒有說過他反對福茂 我們只是在討論 他什麼話都說出來 所以大家要了解他的話術 我告訴你 他沒有治國能力 真的 不要說治國啦 台北市就這樣 黏黏黏黏 對不對 他沒有治國 因為他的人設 台灣這個小孩有時候很苦悶 很少看到政治人物 有這麼口不責言 柯文哲的印象就是 每人是狗 他的發言人 還照樣說狗很可愛 問題是你們老闆說狗 他不是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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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誰家的狗帶回去 這幾個是什麼意思 對他們自己黨內的那個 那個是他們黨的中評會主席 是啊 要出發當晚的中評會主席 他說 他在減透也減透 他們黨內對一個當晚的事情 既然說誰家的狗帶回去 所以在他心目中 狗不是可愛的啊 狗是柯文做的心目中 所以他才會講說 誰家的狗帶回去 我們正常的人 不會這樣說 對 我們正常的人 不要這樣說 是啊 我們不要說正常的人 主的機制就是大家有很多政黨 大家在競爭嘛 互相尊重嘛對不對 我今天不管說 以川你支持民進黨 你支持國民黨 還是說我們這個民眾黨 對不對 你喜歡支持神 那是你的事情啊 大家都尊重啊 怎麼說大家在競爭 就不會說你夠啊 什麼我夠啊 所以柯文哲真的 我們今天真的說 本來說要說30分鐘 不停不停說了這麼久 說下去說不完 我們現在說第一點而已 對不對 當然這柯文哲 可以受大家批判的事情 還是相當的多 那剛剛益川 我覺得他講了一句話 真的打中我的心坎裡頭 就是什麼呢 就是柯文哲 他其實做這個總統 他不夠嫁 他真的沒有治國的能力 所以他這個人 雖然說現在你認識的 現在聽起來吃醋味 聽到笑話 我也是笑話 對不對 但是大家還是不要忘記 一個國家的走向 這不是開玩笑 歷史上有多少的 這個真實的案例 是 是 是